你知道消化不良 脏器是癌症的症状嗎 而胰臟癌的發生率 幾乎得於死亡率 正常的人呢 在胰臟癌發生之前呢 前三年的時候 血糖就會緩步的慢慢升高 前三年就會喔 前三年就會出現了 糖尿病的病患呢 他得到胰臟癌的機率有比較高 大概多兩倍左右 多吃XXXX可以降低胰臟癌的發生率 今天邀請到肝膽腸胃科醫師前正宏 來告訴大家 有一種天然黃金食材 竟然可以降低疲癌率 可要叫你三招的保密關鍵 最近我發現我去身邊 很多朋友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健康檢查裡面 大家都看到說 已有一種癌症治不好 得了等於死亡率 我真的聽朋友這樣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害怕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我們民意系列 下廣經驗民意系列 肝膽腸胃科的民意 錢醫師 錢聰威師 今天要跟我們來聊 你好 你好 因為胰臟癌 其實我們看到好多名人 都是得了 例如說兩個 一個是肺腺 一個是胰臟癌 得了這個時候 幾乎就好像被宣判死刑一樣 到底什麼是胰臟癌 胰臟癌 我們先來講 我們常常有聽到 媒體上聽到說 他是一個什麼癌症之王 對啊 好像是非常兇嫌的疾病 我簡單來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講癌症 得到某一個癌症之後 他嚴重程度 我們會說一個五年的存活率 像譬如說舉例來說 我們常聽到大腸癌 我們說大腸癌 五年的存活率是65% 65% 那如果是 在台灣比較嚴重的 像肺癌 已經算是難治療的癌症 他的五年存活率是35% 可是如果提到胰臟癌 我們就沒有這樣提了 我們反而就直接說 他存活率是 兩到六個月 他其實就沒有 再算幾年了你知道嗎 這個聽起來很恐怖 對啊 所以甚至外國統計起來 有時候五年的存活率 是不到10% 早期的話 大概只有5%左右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跟其他的癌症 比較起來 是屬於一個非常 兇險的癌症 這意思說二到六個月 時間也是短的 也太快了吧 對對對 因為這個癌症 有時候被診斷的時候 都比較晚期了 我來講一個案例 我自己遇到的一個病患 就是我們的 住院收治的病患 那個病患大概 差不多50多歲的女性病患 他來住院是因為他黃膽 皮膚變黃 那黃膽紋之外 他其實也沒有特別的症狀 他的先生帶他來求診 那時候住院之後 我們覺得他狀況不太對勁 就做了很多檢查 包括超音波 電腦斷層 真的是發現在胰臟的頭部 有長一個腫瘤 像是癌症 而且他已經轉移到我們的肝臟 那時候大概住院 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他整個人黃膽非常嚴重 我們也幫他做完切片 準備要開始治療的時候 他就出現很嚴重的敗血症 他的膽道炎非常嚴重 大概不到三個禮拜 就因為感染特別嚴重 就往生了 所以幾乎一診斷的時候 他的病程進展就變得非常的快 是 到底是為什麼他是癌亡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不容易早期診斷 講到不容易早期診斷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因為他的位置就比較特別 他像在我們的胃的後面 在胃的後面 那他靠近我們的胸骨的前方 也就是在胃的後面 那他大部分的面積有時候 會被我們的胃或者是舌子腸遮蔽住 所以當我們懷疑這個疾病 然後想要做檢查的時候 我們常用的工具是腹部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在做的時候 常常我們的胰臟很容易被胃 或者是腸子的空氣擋住 沒有辦法檢查得很清楚 所以統計起來 大概只有四成的癌症 能用這個超音波來診斷出來 所以他不容易早期診斷 所以真的你要特別懷疑 這個疾病有時候 需要做到電腦斷層 核磁共振 才有辦法診斷出來 所以他發現的時候 大概就是 例如說不容易早期的診斷 代表他不會很難 在第0期或第一期的時候被發現 對 沒有錯 而且他有症狀的時候 他常常被誤認為是胃的疾病 所以那個醫師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數據 就是說在外國統計 胰臟癌的病患在被診斷之前 他可能就醫有平均18次 18次 對 他可能一開始認為是胃痛 後來又認為是腸躁症 後來又做了反法反復 有兩臟氣 對啊 反反做了很多檢查 後來才診斷出胰臟癌 所以他的確是一個不好診斷的疾病 這麼努力 然後去了這麼多湯 然後很狡詐這個病 對 而且介紹的就是 他容易轉移 對 我們的癌細胞 他有個特性 然後他是在很小顆腫瘤的時候 譬如說他在3公分左右的時候 他就可能轉移到別的器官 像我們的肝癌 我們肝癌有時候 我們肝癌大到10公分 他都不會轉移 他就會躲在肝臟裡面 可是我們的胰臟癌就非常討厭 他有時候腫瘤不用很大 有時候1公分 2公分 他就會轉移到旁邊的器官 所以在診斷的時候 其實有一半的病患 已經轉移出去了 所以他一開始有可能是診斷到說 他是不是有胃癌 或是其他地方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胰臟癌 對 而且這個胰臟癌的癌細胞 又就四處擴散 所以他是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他很容易早期的轉移出去 第三個原因的話就是說 這個癌細胞很容易使人虛弱 你會發現 這個胰臟癌的一個特徵就是 他體重會瘦得很快 就體重會減輕得很多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遇到胃癌的病患 胃癌的病患也是胃會不舒服 食欲會變差 他可能也許就是瘦個10公斤左右 可是我們有時候看胰臟癌的病患 來了時候已經瘦了10公斤 住院住一住再治療一下 又再瘦10公斤 太多了 對 他就是這個疾病會讓人比較虛弱 因為這個我們的胰臟 我們是說我們一個消化器官 他會控制我們的血糖 另外他的功能也是讓我們消化食物 就是分泌一些酵素 幫助我們消化食物 當他長癌症的時候 他就使得我們的營養沒辦法吸收 所以讓你特別容易消瘦 因為這個原因就會造成說 你很虛弱 你就沒辦法進一步接受治療 最後一個是 他對藥物看來要反應差 為什麼 這也是他細胞的特性 癌細胞的特性 就是胰臟癌這個細胞 他在我們的周圍 中間的癌細胞 旁邊有個叫基質的構造 他有點像蠻堅固的 他使得我們的抗癌藥物 沒辦法穿透過去 對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很好的抗癌藥物 能夠很好的治療這個疾病 不幸得到了胰臟癌的時候 他有哪一些病徵 我們一定要注意呢 他的症狀很多 像我們剛才提到說 體重減輕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症狀 對 第二個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其實 其實很多疾病都會消化不良 對啊 有時候心情不好就會消化不良 對啊 對 就是吃不太下 那我來講一個案例 就是消化不良 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一個病患 他大概是50多歲的女性病患 那他的消化不良是什麼樣子 他就是覺得說 他跟我說明說 他吃東西的時候 他會想吃 但是他吃下去就很容易脹 就很容易飽 然後甚至有時候會覺得想要打嗝 那他就肚子也不是很痛 他就有點悶悶的 另外他開始覺得說 他的排便會變得比較吸軟 先去做了像胃鏡 大腸鏡 做了很多治療 結果吃了藥之後也沒有改善 那時候做了電腦斷層 真的在胰臟發現了一個 兩公分的腫瘤 不過他還好 他最後是有去順利去開刀治療好 可以開刀治療 對 OK 然後這一點第三點意思 我太好奇了 就是一個癌症發生 可能會跟背痛有關係 對啊 就因為我們的胰臟 平常是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剛才說比較後腹腔的地方 其實比較靠近背部 壓迫嗎 對壓迫 也應該是說他的癌細胞 會影響到附近的神經 對 那我有一個病患也是這樣子 他說一個50多歲的 算是上班族一個男性病患 他就是前陣子就會覺得說 他的背常常覺得悶痛 酸痛 後來這個痛的症狀越來越明顯 他就開始吃止痛藥 止痛藥吃了之後呢 就沒想到胃也跟這個開始痛 就他變成前面痛 後面也痛做進一步的治療才發現說 他的這個癌症就比較嚴重了 因為他的腫瘤已經超過5公分 他的那個癌細胞已經侵犯到 我們在脊椎附近的一些神經節 然後也吃到旁邊的血管 他就已經到第三期左右 這個時候就當然沒辦法開刀了 醫師可是因為像體重減輕 消化不良或背痛 這個其實也很常會聽得到 或有這種感覺 像周青哥一開始問我 那總共呢就是因為有這三個 就特別特別擔心 所以接下來想請教醫師就是說 有沒有特別容易罹患 胃臟癌的族群 是要特別小心的 抽菸的習慣的人 他得到胃臟癌的機率 是正常的1.7倍 就是抽菸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危險因子 大家都認為說 好像抽菸跟肺癌比較有關係 對啊沒有錯 抽菸也會得肺癌 他是幾乎接近9倍 可是得胃臟的機會有到1.7倍 喝酒也是喔 像我們喝酒會造成慢性的胃臟發炎 他也容易造成癌症 那肥胖啊 還有我們這邊提到這個高油飲食 高油飲食的話 就是我們常吃說比較容易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肉類加工的肉品 那喜歡吃這些食物呢 也容易會造成我們的胃臟癌的發生 香腸腌肉這些東西 對 殘肉這些 沒有錯 那另外糖尿病的病患呢 他真的得到 因為我們的胃臟 是跟我們的血糖調控比較有關係 那現在的研究員認為是說 糖尿病的病患 他得到胃臟癌的機率有比較高 大概多兩倍左右 正常的人在得到胃臟癌之前 是不是血糖也會有變化呢 正常的人呢 在胃臟癌發生之前呢 還是有一個血糖上升的變化 我們說是要兩高兩低 第一個高的話 就是我們的血糖會增加 血糖會增加 血糖會變高 他大概在胃臟癌出現之前 前三年的時候 血糖就會緩步的慢慢升高 前三年就會喔 前三年就會出現了 就是他這時候胃臟就出了問題 而且另外一個的話 他會出現那個 我們叫體溫升高的現象 體溫升高 他一高是血糖高 另外一個是體溫升高 因為體溫不是為 就是輕微的發炎嗎 輕微的發炎 對 這個發炎會造成 我們身體會覺得 好像有點熱熱的感覺 我上次有看到一些病例 他會形容就是說 他覺得身體好像夯夯 就覺得有點熱熱的 燥熱這樣 說真的其實量體溫 也沒有真的發燒 是感覺上 所以感覺上就會熱的 那他感覺上是 因為他我們的胰臟呢 長出癌症的時候呢 他會有點像 把我們的脂肪 會有一個溶解的現象 喔 會有溶解我們脂肪現象 所以他會變瘦嗎 他會變瘦 所以我們瘦兩滴 其中一滴呢 會去使得我們的 血脂肪降低 血脂肪降低 對 在追蹤的過程中 血糖會上升 但是我們的膽固醇啊 三酸甘油脂 會慢慢的降低 大概在半年一年之前 就開始降低 然後這時候 我們身體會就開始消瘦 我們的皮下脂肪 就會慢慢的減少 體重就會開始減輕 難怪 所以他就是為了 體重減輕 體重下降 然後血脂肪下降的現象 兩高兩低 可是你是不是你剛好 我覺得一開始啊 那時候 真的不幸得到胰臟癌的時候 他前期會讓人家覺得 賺到了某一種 就是瘦下來 對啊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就太容易疏忽了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有一些人說什麼 牙臟病好像跟胰臟癌也有關係 這是真的嗎 下班經濟學 提醒各位觀眾 詐騙猖獗 請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我們沒有加入群組投資 我們也沒有虛擬貨幣資金盤 更沒有減肥產品及課程 請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留意喔 這的確有這樣子的發現 就是說因為以前都認為說 我們這個胰臟應該是沒有什麼細菌 就是這個器官 我們的腸胃很多細菌 但是胰臟這個位置 應該是沒有長什麼細菌 可是後來就有人把這個胰臟癌的細胞 就是真的癌細胞拿出來去做檢查 發現裡面有找到特殊的幾支細菌 舉例來說有一個叫聚合縮感菌 這個細菌也還不是腸胃道常見的細菌 反而是口腔的細菌 那就奇怪啦 就是說我們口腔的細菌 為什麼會跑到胰臟那邊去 後來統計起來發現 就居然跟我們的牙周病有關 牙周病的話 有得牙周病的病患 他得到胰臟癌的幾率會多1.7倍 有可能是說我們這個口腔 因為牙周病的關係 我們的細菌就從我們受傷的傷口 從血液一直跑到我們的胰臟 造成我們胰臟癌細胞的產生 所以平常連口腔也要特別注意 那吃甜食會得胰臟癌嗎 以往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剛才提到是高油的飲食 好像吃油跟胰臟癌比較關 現在這幾年會慢慢有研究出來說 其實糖也有跟胰臟癌有關 尤其像我們中原有做一些動物的研究 他們發現在老鼠 你給牙餵食比較高濃度的葡萄糖 它會導致我們的胰臟裡面 有一個叫Kelos基因的基因突變 它會使得DNA修復異常 造成癌細胞的產生 所以會發現說 如果你常吃甜食的話 它也是一個危險因子喔 所以這不是迷思 就不要吃甜食就對了 不要吃甜食 OK 胰臟發炎是不是小問題 一般來認為是說 我們的一個器官要發炎很久之後 才會矮細胞產生 那這個胰臟跟你講不太一樣 它只要一次急性的胰臟發炎 它就可能 像丹麥有個研究 它是認為是說 如果在一個急性的胰臟癌發炎之後的 兩年內 得到胰臟癌的機率會多20倍 多20倍 所以有些人可能說 它平常呢 可能就是有一點點胃痛 其實就是胰臟發炎 它其實搞錯了 應該可能也許就是胰臟的發炎 那發炎它的時間也不見得要很長 就有可能有癌細胞的出現 看新聞都知道 其實最有名得胰臟癌就是賈伯斯 賈伯斯從發現一時治療 好像花了七年的時間 可是有些人就講說 是不是因為它財力比較雄厚 所以它才能讓自己再多活這麼久 所以得了胰臟癌 就是很多人講說 它就等於是死亡 就等於是宣判死刑 要放棄了 其實我覺得不用那麼悲觀 不過這個賈伯斯它是一個特例 當然除了它可能比較有錢之外 另外的話它得到的胰臟癌的型態 它是屬於叫神經內分泌瘤 它佔胰臟癌大概佔七%左右而已 那我們現在提到的比較嚴重 比較兇血的是佔90% 叫做胰管腺癌 胰管腺癌 對 那就不太一樣 跟神經相關的 神經內分泌瘤 對 那種它本來的存活率就比較高 五年大概有超過一半以上 那就是它的治療上面的話 就不像這個胰臟癌這麼難治療了 不過真的得到胰臟癌的也不要太灰心 我覺得其實現在醫療也是在進步 就不管是手術的方式 或者是說我們很多的工具 譬如說我們的直子治療 我們現在有一種直子治療 可以放射線治療 可以治療的這個癌細胞 另外還有一些免疫的療法 也都在進行當中 那這個貴嗎 意思你剛剛說的直子治療 直子治療 對 這個大概就花錢 健保可能沒有進步 這樣花多少錢 如果是直子治療 花大概40萬到80萬以上 40萬到80萬 要看你的保險 所以應該早點買保險 那如果像免疫治療 有時候真的是一百萬兩百萬起跳 那很多人會覺得要花 如果說真的能夠活下來 但這個花 這個錢是一定要花 可是當然就防範於未然 對不對 剛才講到就是既然這個 以上人如果得了 這真的是很麻煩 要怎麼樣去預防它呢 對我們剛才提到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跟抽菸有關 統計起來如果多抽一根菸的話 得益上的機率會多7% 所以我們抽二手菸的也會囉 也會有風險 比較低 做二手菸好一點點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是說 如果願意戒菸的話 其實統計起來 如果你戒菸兩年以上 胰臟癌下降的機率會少一半 而且如果你戒菸的時間 如果超過15年以上 幾乎就跟沒抽菸差不多 所以就早點戒菸啦 才是比較重要的 是 另外這減肥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肥胖呢 跟我們胰臟癌發生息息相關 研究也認為是說 比較年輕的時候就肥胖的人 他得到胰臟癌機率特別的高 然後最後一個我知道 十字花科蔬菜 多吃十字花科蔬菜呢 可以降低胰臟癌的發生率 那什麼是十字花科蔬菜 就是我們常常碰到的 常常吃的像花椰菜啦 白菜啦高麗菜啊 這些都算十字花科蔬菜 我們統計起來是說 每週吃1.5份以上 它可以下降胰臟癌發生的機率到40% 一份是什麼意思啊 一份大概就是 大概是一碗這樣一份 生食的話可能就是 不是我們國人的習慣啦 但是可以 但是有些我就有想到是說 沙拉吧裡面很多 沙拉吧像芝麻葉就不錯啊 像紫色的高麗菜 不想吃生食的 吃熟食當然可以喔 那如果已經有戒菸的人呢 吃了4.5份以上的話 還可以減少50%以上的發生率 不過這個研究統計起來發現說 如果你是持續在抽菸 就沒有效了 那不好啊 所以他不能透過這樣抽菸 然後吃這些食材 來抵消消毒 沒辦法 戒菸啊減重比較實在啊 是 今天講到就是如果說 已經變發了像背痛啦 然後這個消化 體重減輕 對消化不良 就應該請醫師來檢查了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平常也要注意說 自己的血糖的變化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先行的一個解訓 是 今天聽了我們真的是學到很多喔 謝謝醫師 希望呢就是醫師能夠下次再跟我們來分享更多正確的醫學觀念 謝謝你 謝謝二一輝 謝謝誰 謝謝哲心哥 謝謝小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